EMS 于10月6日早上11点举行了线商会议 会议的主题是 让年长者健康的变老主题研讨会 在许多文化中 老年人被视为智慧的源泉 是年轻人可以学习的人 这也是美国盛行的叙事 其中的形象是 元老政治家 祖父母 作为讲故事的人 分享家庭传说 但在当今文化中 年龄歧视 对老年人的歧视 在我们的娱乐 新闻媒体 工作场所 尤其是在医疗保健领域盛行 都存在着年龄偏见和歧视 年龄其实很多时候 与性别和种族歧视一样严重 却少为社会关注 加州大学就金山分晓 老年病学系教授路易斯·阿伦森博士 通过提供有关老龄化的历史视角 开始了讨论 他强调 人类作为一个物种 已经衰老了数千年 但我们对老年的感知和体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发生了显著的改变 老年曾经主要与死亡率相关 现在人们通过更细致的视角 来看待这一问题 COVID-19大头型 在凸显年龄的重要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老年人面临严重后果的风险更高 然而阿伦森博士强调 年龄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种族和族裔根源的差异 也在健康结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加州老龄化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 谢利尔·布朗 在通报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他的专业知识 对改善加州老年人生活的坚定承诺 在他的演讲中显而易见 布朗作为加州老龄化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的领导作用 在倡导加州老年人的需求和权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一直是为这一群体带来积极变化的努力的推动者 他作为加州老龄化总体规划的关键设计师 强调了他致力于长期规划和规则制定的风险精神 旨在解决该州老年人面临的挑战 纽约大学朗格健康中心精神病学教授和兼职教授巴里·赖斯伯格博士 在发言中通过讨论全球恶化量表和阿尔兹海默病的各个阶段 为发布会带来了宝贵的见解 他在制定全球恶化量表方面的开创型工作 对我们对阿尔兹海默病发展的理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海内卫视记者陈阳 洛杉矶报道